上次講到,魚貓展昭,大爺勞芳,二爺寒張,三爺徐慶,奉了包公之命,來到襄陽城。 入了城之後,到上苑牙下馬,門人進去稟埔呢? 一陣間,公孫先生就出來了,跟誰出來呢?跟蔣四爺、蔣平一起出來。 大爺勞芳就問了,五弟是不是死了? 蔣四爺就說,好地底的人,為何說他死了? 勞芳說,如果不是死了,為何他不出來見我? 蔣平說他出差,有說話入裡面才講。 於是大家入了衙門,來到公孫先生的房間, 盧大爺呢,再見顏大人。這個時候,蔣四爺、蔣平呢, 就找隻眼淚,公孫先生。公孫先生就會議了。 他說,大人呢,就睡了眼睛。 這樣,展昭一踢,就知道糟了。 這個時候,四爺、蔣平就打完場,馬上叫擺酒。 他說,來,哎,走了那麼久了,坐下來喝一杯。 蔣三哥,你最喜歡大杯喝酒。來,拿大杯來。 於是大家坐下來喝酒了。 蔣四爺呢,就問大家怎麼來的。 蔣四爺呢,展昭,就將奉了聖子的事情,從頭到尾,說了一次。 他除了三爺呢,都沒有理會那麼多。 他一路吃,一路喝,喝到琵琶大醉。 喂,我吃了很多。我喝醉了,我這樣就不能見顏大人。 蔣四爺說,這樣吧,你就睡覺先。我們幾個見他就行了。 小你一個不緊要的,我們說一下就行了。 於是,徐三爺就夾著頭,真的進去睡了。 不用多久,就睡到腳腳了。 這個時候,盧大爺,盧芳又問了,喂,五弟究竟怎樣的。 蔣四爺就說,顏大人就不見這個印信。 五弟就去追,一說到這裡而已,盧大人就說,哎,死了。 五弟就殺死了。 蔣平說怎麼這麼說的。 於是,盧芳就說,昨晚發了個夢, 將個夢境長長細細說了一次。 哎,蔣四爺說,這些假的東西你都很相信的。 確是,我告訴你,是這樣的。 我也見過五弟。 他聽說,大人不見到那個印信。 於是,他就去王府找。 他想著,蔥蕭流確實很厲害, 他就不敢上去。 他想著,到第四日, 他當然將印信丟到液水寒潭。 所以,白玉堂就在液水寒潭的過塊青石上面, 等他來釘印。 來到了,他就搶回印, 好過在蔥蕭流冒險。 是這樣的。 盧大爺聽了之後, 半信半疑,掌死爺。 哎,這樣吧。 你們又來得這麼巧, 我呢,就要上韓潭的。 現在,你知道啦, 上院牙呢,就沒有人保衛大人。 你們各位來到了, 那就行了。 有你們這麼多位在這裏, 什麼都不用怕。 那,韓二哥就和我一起去, 和我看水,好嗎? 盧大爺說,哎,我也要去的。 好啦。 於是,蔣四爺,蔣萍, 就帶著水濕衣扣。 盧大爺,韓二爺, 各自帶著夜行衣。 那,四爺呢,就吩咐展昭。 那,保住大人,就存在你一個人的啦。 你不要指望他們三哥呀, 他喝醉了酒呀。 於是,三個人就起程, 出了院衙,去襄陽西門那裏。 一出來,走了沒多久,日以尋世了。 那,遇到一個潮夫,即是打柴佬了。 他,就向他打聽一下。 嘻嘻,朝姑大哥,韓潭在哪裏啊? 那個朝姑,你呢,北邊, 那,個山梁,有一個地方很平坦的。 那裏,有一條村,叫做神起望。 你在東南村村而過,出了村東口, 有個尖,那個尖叫做應仇尖,還有個崖,叫做錦秀崖,你向東北還有一個小山口, 只不過這樣,你千萬不要進去,那個小山口是通向軍山的後面的, 如果你進了山口,被那劉羅兵看到,他立即綁住你,駕去見債柱的。 你們過了小山口向邦,東邊有個嶺,叫盤龍嶺,上面有五棵大松鼠,名叫做五折松,下面有個身墳, 從盤龍嶺向前,一路向北,有個三神山廟,從廟向北,那裡叫做上天梯。 原來那裡是不能進去的,現在那裡的縱債主,找了打石爐,作出了一些梯嶺, 那個地方現在叫做上天梯,如果你說站在上天梯上頭,向下一看,東北有個大水壇, 那個水壇很大的,方圓三里那麼寬,那裡真的是水汗切吉, 臥無沉底,那些水是起鑽的,那個名叫做液水汗淡。 掌四爺,哎呀,麻煩你了, 是這樣的,多煩了,多煩了。 於是,那個斬柴佬,擔著擔柴,揚長而去,他們三個過了山江,一路到神起望,走應仇間,過錦壽崖,遠遠就看到小山口了,一看進去,哇,裡面山連山,山套山,當然啦,那裡是棍山來的,裡面還有八百里洞亭湖的,他們向北,一路去盤龍嶺, 上面呢,真是有那棵大松樹,樹腳,哎呀,有個新墳在那裡,墳前有石頭的敗爵,旁邊有個石碑,上面寫著,黃宋京師, 漁前,大刀四品護衛大將軍,白玉堂之墓, 奴方一見,哎呀,即刻就哭了上來,啊,原來五仔死了,墳墓在這裏, 講語,放聲大哭,隨興呢,也都是放聲大哭,兩個哭成一咎, 好,蔣平一見,哎呀,糟了,你這樣在這裏哭,這裏前面是棍山,那個大債主,非差太保,忠雄,是王爺一黨來的嘛, 你說,被那劉羅兵聽到,那一定會出事的,於是,蔣四爺,又是出雞仔了,他說,兩位哥哥,哎呀,你們不要那麼悲傷了, 那麼悲傷做什麼呢,有什麼為呢,我老實說給你們聽,五弟去追那個印,被王爺捉住了, 那麼王爺呢,就叫他投降,他又哪肯投降的,這裏的非差太保,忠雄,是王爺的黨人來的, 他問,中一個俊士,沒有中一個探花,有點偷略的, 那麼他就出主意,張老五就囚禁起來,弄了一個假墳墓,立了一個石碑, 那是將他作為釣魚鉤的,哎呀,那你不做這個啊, 哎呀,你們,總是不用那麼激動的,你聽我慢慢說下去啊, 他們呢,就知道五弟,交往的都是俠義的朋友,知道這裏有個墓在那裏, 那當然是前來拜祭的嘛,於是他就切落賣服,來一個就捉一個, 那個奴方就問了,那怎能見得他是這樣呢, 張平說,你看一下,你看一下,前面那個墓地,那裏呢,明顯有埋伏的, 不是煎蠔的陷虛, 奴大爺就問了,你怎麼看出來的呢, 蔣四爺說,你看一下,那拜祭前面有一片黃泥地的,山上全部都是石頭的嘛, 哪個這麼平的黃泥地啊,當然有埋伏啦, 奴方一看,果然又是山上都是石頭的, 所以說,唯獨墳前,一片黃土地,可見都是假的啦, 那他們幾個呢,半信半疑,於是, 蔣四爺就拉他們起來,一路向北而走,去到那一間山神廟, 來到上天梯,噢,聽到嘘, 那聲水聲大作,再看上天梯,一級一級地直上直落, 真是好像一張梯一樣,順梯而落呢, 可以東北邊,有一個大水潭,噢,那些書, 吼了聲起轉的,奴方說,這個潭厲害啊, 蔣平說,嘿嘿,厲害就厲害些, 只不過,我有經驗的啦, 如果他是水眼,寒冷切骨的,奴方說, 如果是這樣,你就不要下去鬧啦, 蔣四爺說,大哥,你這樣說法就太看小我啦, 不要說什麼呀,這樣水潭,如果不下得去的話, 我就算什麼,翻江市吧,那這樣啦, 你和二哥,在這裏給我看水, 如果有樓羅兵來到,你就把他抓住, 別放回去報信才行啊,於是奴方就只好答應呢, 蔣平就即刻換了落水的衣服, 噢,一聲跳了下去, 哼,跳了下去而已嘛, 只不過很久都不見他上來嘛, 對了,怎麼這麼搞的呢, 奴方的心裡有點著急, 等一下,又不見他跡上來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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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麼搞的呢, 他再想一下,五夜白玉堂, 可能已經死了的了, 我,啊,我去山佛那邊去看看, 看看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才行, 於是他靜靜地轉頭, 來到山神了前, 旁邊呢,的確有一塊臥牛青石, 他一坐,坐下, 把夜行衣服包袱一丟在那裡, 這個時候呢,聽見廟裡面, 一說,救人啊,救命啊,救命啊, 那奴方呢,俠義心腸壓, 一聽,嗯,什麼女人叫救命啊, 立刻站起來來到廟門口, 向門口裝進去, 哦,原來見到有個男人, 那個男人呢,流羅兵服裝打扮, 有個婦女,那個婦女大概三十歲左右, 有,雖然是鄉下婦女, 都幾乾淨的, 哇,救人啊,救人啊, 那我流羅兵,哈哈哈哈, 哎呀,爽爽,不要緊要啦, 這裏周圍都沒有人的, 現在這麼晚了, 你就算叫,叫到那些伙計來, 那就更加不好啦, 又多過人啊, 不如就是你和我兩個人在這裏, 這樣,沒人知道的, 哎呀,奴方聽到流羅兵說的, 說話真是生氣, 他忽然大開, 一推,一推開扇門, 那一聲跳進去, 一手,就捉住流羅兵, 當然啦, 真是捉雞地捉你, 將流羅兵的腰帶戒了, 綁起他, 再看看那個女人, 哎呀,那個女人已經走了, 當然啦,怕醜啊, 那再講, 那個流羅兵被捉住, 被綁住, 哎呀, 嚇到他什麼, 哎呀, 老爺要命啊, 老爺要命啊, 那奴方就不理他這麼多, 一聲, 將我把腰帶走出來, 你先頭, 和那個女人講些什麼, 啊, 這麼傷天害你的事, 你都做得出來一刀, 殺了你, 那個流羅兵, 老爺啊, 老爺, 你不要殺我字啦, 先頭那個呢, 我和他熟的, 我和他開玩笑而已, 開玩笑, 他就著急地, 讓老爺你聽到, 哎呀呀呀, 嘻, 奴方這個時候, 不理會叫什麼名, 是哪裡的流羅來, 那個流羅, 老爺, 我是軍山, 汗八寨頭一寨的, 是巡報寨的流羅兵, 我姓毛, 叫毛賈賈, 老爺, 奴方嘛, 我問你, 前面是五摺蟲, 喏, 這個墳, 是什麼人的, 你講清楚給他聽, 如果有講假, 我一刀殺了你, 毛賈賈, 我講真話, 這個人很有名的, 他是金華人士, 叫錦毛鼠白玉堂, 他是護衛來的, 殿前護衛, 現在, 跟隨顏岸縣顏大人, 來到襄陽辦案, 哎, 誰不知, 王爺, 就派人, 將顏岸縣的印, 偷了來, 個人, 追到王府, 入了八卦連環堡, 想衝銷樓去裸印, 誰不知, 塞腳, 由天官網跌了下去, 被十八線銅網罩著, 地道裏面, 有一百名功勞手, 圍著銅網, 亂戰齊發, 將那個白玉堂, 射成好像大廁衛那樣, 那些戰是毒的, 毒氣歸心, 就死了咯, 王爺, 就將他的絲筆送去軍沙, 交給我們債主爺, 叫他起了個墳, 在墳前挖個豪溝, 如果有人來祭殿, 就捉人的了, 我們債主呢, 就念他是一個英雄, 常言都有說, 好漢是尊敬好漢的嘛, 所以呢, 就選了一塊風水寶地, 唉, 叫我們軍山那些人, 一夜之間, 就整起這座墳, 還要我們每日來祭殿一次, 要燒香, 要燒紫禪, 還要哭呀, 要真哭呀, 假哭不行的, 如果不真哭呢, 回去要捱打的, 所以我呢, 就帶著兩個小孩子, 一個叫三多, 一個九余, 他都是十二三歲而已, 他就單止食盒, 來到這裏想說拜祭, 唉, 怎不知, 遇見那位大嫂, 大家在廟裏面, 講了兩句笑話, 給老爺你聽見, 不知, 那毛假假呢, 跪在那裏, 低頭, 不斷講, 不斷講, 講了成大半日, 講到這裏呢, 講完了, 擔高頭, 看一個爐芳, 唉呀, 原來那個爐芳, 捱著線門, 按著將刀, 燈大眼, 一言不發, 毛假假的心想想, 難道他睡著了? 各位, 結果又點了一回事呢? 原來, 奴芳, 在聽到, 將白玉堂, 射成了大廁位的說話的時候, 唉呀, 心一痛, 當頭, 暈了過去, 唉呀, 那毛假假整天這麼說, 見奴芳, 沒有說話回答的了, 他立刻起來, 自己走了, 沒有理你那麼多了, 一陣間, 奴芳呢, 被一陣風吹醒了, 叫說, 賈賈, 賈賈, 不見人應, 他立刻出門, 隨叫隨韻, 唉呀, 只見那邊, 五接松樹之下, 有兩個小孩子, 十二、三歲的, 將食盒打開, 擺了祭禮在那裏, 又燒紙瓷, 又叩頭, 還哭起來, 五老爺啊, 這樣, 真哭啊, 不是假哭啊, 原來那兩個小孩子, 的確確, 是奉了寨主的命令, 和毛假假來拜祭的, 但是那個毛假假呢, 半路都不知道去了哪裏, 當然啦, 那些入了廟啦, 那兩個小孩子, 看見天色不早啦, 只好兩個人去祭殿, 擺開祭禮, 電了茶, 電了燒酒, 燒了紙錢, 扣了頭, 又哭了一場, 注視完畢, 就收東西啦, 放回食盒之內, 想我抬起它, 唉, 他們看下, 又不見假假, 自己回到交令就是啦, 再講, 奴方, 看著那兩個小孩子, 哭得那麼傷心, 他自己呢, 反而呃若木雞, 那冷風一吹, 唉, 奴方, 柔柔氣轉, 擔高頭一看, 那兩個小孩子已經走啦, 他想下, 五弟當然是死了啦, 五弟死了, 四弟蔣平, 跳了液水寒潭, 這麼久都沒有上來, 我看都是死的啦, 我們當初結拜的時候, 只有你友言在善, 不能同月同日生, 但願同月同日死, 到現在, 唯有雙重於地下啦, 奴大爺一看, 對面有棵大樹, 即是對著白玉堂的身份, 自己就走過去, 將配刀解下來放在地下, 將自己的腰帶也解下來, 下來, 打得生結, 打得死結, 兩頭一搭, 嘿嘿, 當時, 真是淚雨雨下啊, 唉, 沒辦法啦, 五弟, 你我, 雙重於地下啦, 於是, 一套, 套著你一條頸, 一套條頸呢, 他身是向下一沉, 只覺得渺渺渺渺渺渺, 這就去了哪個世界啦, 那各位, 奴大爺奴方, 就掉頸啦, 翻江市長平的四夜, 落了個寒潭, 未趕上來嘛, 那另外還有個, 不知生死如何, 這件事怎麼收課呢, 只好, 且聽下回啦。 快樂就到這裡了, 好可愛 élior時間到了, 不能無事, řile, 很像今天, LEGDS難度轉聖 şey 時光文化在三校sky 中頸也許 贊,